男朋友吃偶的八大感受 句句说到新卡 看你中枪了没 在找男朋友的时候 相信每个女生都更愿意找一个帅气一点的男生当男朋友 但是长得帅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打算一直谈下去的话 最好还是选个经济私用男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男朋友言辞太低了 已经在眼中影响到自己的愉悦感了 你还会继续和他谈恋爱吗 我们知道现在的女生要么严控 要么身高控 要么手控 要么声控 大龄单身汉子越来越难找到女朋友 男朋友长得太丑 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第一种感受 时间久了 也没那么丑 至少可以说丑萌丑萌的 第二种感受 总会拿长得帅的不安全 总比长得帅的人渣强来安慰自己 第三种感受 跟他在一起 别人总觉得他是一土豪 经常要跟第一次见他的朋友解释 他真的不是多金男 第四种感受 实在忍不住发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用各种搞怪贴子 把他的脸遮住 假装自己很逗逼 第五种感受 总觉得未来有一天自己会出轨 第六种感受 想在朋友圈秀恩爱 可是又不想发他的照片 第七种感受 想扔了又不舍得 留着把 看着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嫌弃 第八种感受 总感觉网上聊天 和他更像情侣 不适合见面 只适合聊天 喝一个在家里面 总感觉 谢谢大家